欢迎收看这一节的五件新闻 我是林玉祥 马上现在来关心今天的国际新闻重点 首先来看到日本北韩西几天下午 朝日本海发射五枚短程飞弹 北韩选在南韩与美国三月年度联合军演之前 频频测试飞弹 调性意味相当浓厚 继续来看到中国2015年大陆人口拐点到来 一份研究指出2015年之后 大陆20到64岁劳动力开始负增长 经济危机如影相随 首当其冲的是房地产 再来看到的是美国 美国在G20财长会议前夕 暗批德国等财政体制较佳的欧元区成员国 因以扩大支出投入基础建设 振兴经济 不能只靠欧元宽松货币独成大局 最后来看到欧洲 俄罗斯 乌克兰 德国 法国四国领袖 11号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行乌冬问题高峰会 希望降低富翅的乌冬战火 以新的和平计划取代2014年9月达成的乌冬和平协议 今天的五报头条带您看到的是政坛焦点 南检侦办议长选举涉嫌会选仪式 检方经过了漏夜征询 今天上午生涯李全教四人 而李全教昨天是在搭机前往中国厦门之前 被检方给拦下我们来看到检方稍早的说法 今年2月8号下午同步搜索 市议会等涉案处所共事实起诉 同案共犯及证人19人到案 安京警察官讯问后 认为被告等4人涉及违反公职人员选举 罢免法第100条之投票行贿罪选 犯罪嫌疑重大 有逃亡及淹灭罪证之嫌 所以向法院申请积押 目前尚在法院审理中 检方才是李全教市议员 庄玉珠夫婿 蔡启欣前台南县议员 杨明达和林聪斌等4人 有创政之余 向法院提请升押 那么另外呢 遭到民进党开除党籍的市议员 庄玉珠和曾王雅云 分别是以30万及50万元交保 曾王雅云在有人的保护下 是一路快走不愿停下来受访 只说他做的事都惊得起考验 台南议长李全教遭到声压 对此台南市长赖清德今天是稍早表示 希望检方把尊严和公道还给台南 南检侦办议会会选案两个月 赖清德说希望检方把尊严还给台南 另外赖清德今天也会北上发表新书 台北市长柯文哲会出席表示支持 好继续带您关心的是富航空难的后续消息 目前被证实的罹难者人数已经来到40人 今天上午富航殉职机师廖建宗的告别室在一宾举行 台北市长柯文哲刚刚到场祭奠 神情严肃是不发抑郁 而富航董座林明生刚刚也到场致癌 被大批的媒体给包围 对家属不满事故归咎于人为因素 林明生全程不发抑郁 富航空难进入第六天 目前仍有三人失踪 上午大批的潜水人员冒着寒流低温再度下水搜索 但人数是明显减少了 因为连日来在低温下的搜索 许多的警销跟潜水员已经重感冒 北市消防局表示会继续往南部 请求人力支援 而今天搜救重点在南湖大桥200到400公尺 以及昨天用声纳探测器所搜索到的22个热点 复兴空难发生之后 现场的救援工作是一直没有间断的 而在管制区之外 有一群热心的民众 从搜救行动的第一天开始 就自发的来到了现场 免费的提供热食跟热饮给救难的人员 默默尽一份心理 复兴台北空难震惊台湾社会 搜救人员一直不断的在寒冷的水中搜索 不放弃任何希望 而在事故现场的管制区外 从搜索行动的第一天 就有热心的民众免费提供热食 热饮给现场的救难人员 默默的尽一份心理 其实当天我们看到那个电视上面的画面 看到那些警销人员全部都泡在水里 在那边搜救 但是我觉得那天的气候其实很冷 寒流来的时候 那如果是我们泡在水里面的感受是如何 龚修贤表示 当时就想到胖卡协会有很多行动参车的车友 都能提供热食与热饮 马上就发出讯息 让愿意来资源的伙伴到现场提供协助 本来有十几台报名 那我们就挑了五台 就常住在这边 然后一直支援到他整个收救活动结束 我们才会离开 龚修贤说到来现场支援的伙伴们表示 现场救难人员的反应 让他们觉得付出是值得的 都很愿意继续留下来支援 就是说其实最辛苦最累的还是他们 那我们只要负责把他们喂饱 我们只要把英雄喂饱 对不对 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在搜救现场 看见了台湾民众 不计较个人得失 只想为救难人员 尽一份心力的温情一面 新唐雅太电视 陈辉耀黄庭峰 台湾台北报道 陆军下市洪仲秋疑似 不当管教致死案 台湾高等法院 今天改判前五四二旅旅长 审微致无罪 但前副旅长和江中 从一审六个月改判为三年 而洪家家属以及律师团 也在稍早发表了看法 我们请现场记者沈维彤 带来最新的说明 维彤 政绩社会的洪仲秋案件 高等二审法院判决 今天出炉 其中包括陈颖仁改判两年 以及何江中徐信正改判三年 而范左线则是两年八月 不过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其中沈维智的部分 则是从一审的六月判决 改判无罪 而这部分也是令家属 还有律师涵 有些错额 除了沈维智之外 应该我想家属可以接受的 应该这个沈维智的部分 应该我会律师会在研究 是否在上诉 其实这个事件 虽然我的小孩子没有了 但是我一直都采取原谅的态度 因为我真的希望每一个家庭 它都是完整的 我真的不希望说 不希望说他们的妈妈 在家里一直担心这个小孩 其实我一直在意的是说 他们面对这个事情的态度跟作为 洪嘉表示对于判决大致满意 也愿意释出善意与被告和解 目前陈家祥黄冠军李佑智 已经达成和解病或管刑 何江中徐信正则改判 较重的三年有期徒刑 不过今天高等法院 停上相关被告 均无人到场聆听 洪嘉表示针对沈维智的判决 还会将进行讨论 那么本案仍可继续上诉 中午过后 法院的方面 也将召开记者会 就判决部分进行说明 好 民生消费续情 带您来看到 国内两大油品龙头 价格占开大 今天中油汽油调涨1.9元 柴油调涨2块钱 但是台索不再跟进 同样的涨幅 调涨之后的中油油价 925千汽油每公升24元 955千汽油每公升25.5元 985千汽油每公升27.5元 另外过年计程车收费 即将会加价 最快会在14号情人节来开跑 全天后将按表 再加收20元到50元不等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复兴航空摔掉两台飞机 引起连带银行的关切 以合作金库为首的连带银行团 预计最快本周与复航开会 关切后续营运状况 原本今年年终渴望敲定的 新的购籍连带案也恐将相互推迟 希腊财长瓦鲁菲克斯警告 希腊如果被迫退出欧元区 其他国家不免跟进 欧元区将随之瓦解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影响了上远贸易 进出口都低于预期 阅读贸易顺差增至创纪录的 600亿美元 分析师指出 这将增加中国人民银行 管控人民币汇率的难度 在经历假货风波之后 中国电子商货集团阿里巴巴 最近又遭深圳市迪蒙科技公司 在微信上抨击 逃税5兆元人民币 相当于25兆台币 新团人员在电视 总理报告 接着我们带您关心下节新闻重点 香港一个比特币交易平台 突然停止运作涉嫌诈骗 波及东南亚加拿大 大陆和台湾的投资者 估计投资金额高达120亿元台币 线下超过3000亿欧元债务的 希腊还款进入倒数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表示 将寻求过度贷款 而不是延长救助计划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锁定新唐人物件新闻 宁易 气韵 天人合一 中华笔装精湛工艺 汇催传统蕴含 结合在地精神 辉豪间勾勒缓慢自艺新境界 承传中华五千年文化 开创汉字新生活美学 中华笔装带您找回书写的美好 甲崩的好朋友 饭有产品重视现代人追求健康 方便卫生饮食的标准 不含防腐剂 人工销料 人工色素 起云剂 现代人养生饮食的最佳选择 中获罐头类的金牌奖 优良奖及全国金字招牌奖 并持着服务 奉献健康的经营理念 提升国人吃的品质 更能让消费者购买是安心 吃得放心 伴有甲崩的好朋友 北港朝天宫 妈祖慈欣 苦记世人 神恩与天同宫 今天感恩福报平安的祈愿 竟在北港朝天宫 今年的耶旦很不一样 法拉里卫浴 带您环游世界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香港传真 带您看到当地的虚拟货币 比特币交易平台 金船诈骗案 涉及东南亚加拿大 大陆和台湾的投资者 光是香港投资者的损失 就有30亿港币 相当于120亿元台币 请看我们来自香港的报道 约30名投资者在立法会议员梁耀忠的陪同下 召开记者会 其中一位投资者刘小姐 去年9月到律师楼买楼时 师爷向她推荐比特币 投资约130万 但没有任何收据 她说被强迫开户 一名81岁的投资者陈泰透露 投资300万元 最终只能套现约180万 形容自己贪心而受骗 现场有多位来自深圳的投资者表示受骗 金额由30万到90万人民币 他们透露 由大陆投资者投入7000万购买比特币 梁耀忠议员表示 估计全港有3000名投资者 投资额约30亿元以上 不过有关公司的投资者来自世界各地 估计投资金额高达700亿港元 他将与投资人于本周三到警署报案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道 好 另外一个香港焦点 为了抗议中国走私客涌入香港抢购年货和民生物资 星期天的下午 有数百位香港市民发起游行 要求港府取消中国客自由行1000多行和杜绝走私 不过活动在下午5点的时候 在屯门时代广场2楼发生了冲突 港警出动警棍驱离 并向民众施放这个胡椒喷沃 有13人遭到拘捕 陆克在香港走私带水货的问题 虽然港府推出了限奶令 但是中国的黑心食品问题 让非法携带奶粉过境的问题 是迟迟未获解决 有香港法官就直言 国家出产的奶粉 连自己的国民都不敢吃了 是一种国耻 让人感到悲哀 近年来 大陆游客为买到安全放心的商品 纷纷前往香港等地大量购物 这其中携带水货过境 偷运商品的旅客就被俗称为水客 5号 香港坟岭裁判法院主任裁判官吴慧芳 在集中审理24起违反限奶令的案件时表示 坟岭法院在2013年 总共审理了2700宗此类案件 这一数据在2014年距增到5000多宗 吴慧芳6号再度出庭审理23宗同类案件 他在庭上直言 国家出产的奶粉 连自己的国民都不敢吃 这是一种国耻 并为此感到悲哀 实际上 毒奶粉也只是中国严重食品安全问题的冰山一角 近年来 中国大陆假货有毒商品四处泛滥 毒奶粉 毒大米 底沟油 毒芽膏 毒豆芽 死猪肉 毒凤爪 毒鸡蛋 假烟假酒 假疫苗 毒玩具 还有皮鞋胶囊等名副其实的毒药 2013年3月1号 香港政府开始对离境人士所携带的奶粉数量进行限制 每人只允许携带数量不超过两罐 重量不超过1.8公斤的奶粉 违者将被罚款 甚至监禁 据海外媒体透露 辽宁省委书记王明在江苏任职时期的问题暴露 目前或面临被调查 王明曾迫害法轮功 并在习近平当局宣布废除劳教制度 媒体曝光辽宁马三家劳教所 滥用库刑时 维护马三家 日前 中共天津原副市长庄公会去世 官媒报道哀悼的名单中 中共已退休的前高层 仅有温家宝 李瑞环等三人 李瑞环与温家宝的露面引发外界关注 此前 两人在习江斗中 曾不断高调露面体系 大陆2014年各类罢工事件 频发的其中一些原因 和养老金问题有关 中国经济增长日渐放缓 导致1.66亿的农民工养老金问题日益突出 而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不足六分之一 中国黄金协会在2月6日的一份声明中称 2014年中国的黄金消费量 比因金价暴跌而火爆抢购的2013年 下滑了25% 新唐利亚电视整理报道 好 继续带您关心国际焦点 欠下超过3000亿欧元债务的希腊 这个星期三将在欧元区财长会议当中来摊牌 星期天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对议会发表演讲说 希腊对于自己的巨额债务无法做到还本复习 他们将会寻求得到过度贷款 而不是延长的救助计划 他们不愿接受欧盟 欧洲央行 国际货币基金等三巨头的纾困计划 而美国联准会前主席葛林斯潘则是推测 希腊必须从欧元区退出 奈及利亚等五国7日宣布 下个月之前将部署8750名部队 对抗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组织伯科圣地 奈及利亚选举委员会并宣布 由于安全疑虑 原定2月14日登场的 总统和国会选举延后6个星期 改为3月28日投票 日前ISIS烧死约旦人质 引来约旦对该组织展开抱负空袭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7日表示 已下令国内F-16战机中队进驻约旦 外界解读 阿联战机将会参与空袭伊斯兰国的任务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残忍斩首两名日本人之后 仍有日本人计划前往叙利亚 日本政府以保护人身安全为由 收回自由摄影师三本右衣的护照 因为他不听劝阻 坚持要前往叙利亚 三本则指控日本政府 妨害报道与言论自由 美国华盛顿州和奥瑞冈州近日遭到神秘白色粉尘袭击 停放在户外的汽车 车窗都蒙上一层白灰 且天降白色 牛奶雨 当局猜测 粉尘可能是俄罗斯或墨西哥火山爆发 喷出来的火山灰 新常聊的电视整理报道 当您关心神韵艺术团全球巡回演出的消息 神韵是第八次来到了美国密西根州的 迪特律歌剧院进行无偿演出 迪特律歌剧院的创始人兼院长David DeTura 观看完演出之后有感而发 表达他对神韵艺术家们的深深敬意 It's excellent The talent and the skills that they have exhibited are on a very high level and that's what makes the show so inspiring and so enjoyable for the public The production is very well produced and very well coordinated I think it is a wonderful kind of a traverses so much of the history the mythology the classicism and the traditions so it gives us a wonderful overview of the spirit and the age old traditions of a great great culture 迪特律先生表示 他非常嚮往神韵演出表现的精神内涵 Everybody involved here has a certain sense of their own spirituality and feel the peace that comes with connecting with their art and with their history and that's very very beautiful we should all try to aspire to that kind of you know of situation and this is what is so wonderful when people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can connect and experience you know others people's cultures to realize that we're all human beings we all have the same emotions the same desires the same need for friendship for love and for generosity to one another and that is that I think is what is achieved here and people leave the theater very pleased and inspired 新唐人记者联会星 宋军毅 美国密西根州 底特律师采访报道 这是我们带您关心下节新闻重点 寒流来袭 今天台北下看八度 太平山河和欢山都变成了雪世界 但要提醒入山的民众要注意保暖了 路面湿滑 小心驾驶 更详细的新内容 请锁定新唐人物件新闻 我喜欢你干净收爽 我喜欢你除臭抗菌 我喜欢你舒适透氧 Unitop 组好除臭袜 使用黑金钻除碳纤维 给您前所未有的干爽感受 黄霉抗菌持久弹性 排水透气冬暖夏凉 除臭率百分百 坚持最好 环保健康 现在就上网搜寻 Unitop 组好 虱目鱼的专家 台南市第一鱼全会 把好吃的虱目鱼送到你家 鲜血虱目鱼丸 产地先撞 新鲜制成 肉质鲜美 Q弹多汁 食牧鱼酥 无法制成 香酥可口 创新小包装 美味不流失 四种口味 让您新鲜带着走 吃牧鱼的专家 台南市第一鱼全会 订购电话 06786-0091 欢迎来到新闻现场 下个星期就要过年了 全国春安在昨天晚间10点开跑 台北市长柯文哲亲自主持 指示警方要加强毒品 炸棋防酒架三项工作 整个台北市的治安状况是还不错的 不过有三个目前看到是比较大问题 一个是毒品 酒架跟炸棋 台北市的存安工作将会从2月8日到2月27日为止 市警局让秋风光在7日已经先启动一波封城扫毒 查获了各级毒品共166件 重重量47.44公斤 成效良好 台北市长柯文哲受访时表示对警方工作的肯定 也谈到了目前台北市的租屋政策 目前台北市政府手头上的空污超过1000户 所以某一次看到去市大运的时候 才决定说台北需要一个比较有规模的租屋公司 来处理这种出租的事情 而有媒体报道 前台北市体育局长杨忠和表示 他会离职是因为台北市长柯文哲难相处 又爱管爱干政 除了市大运以外 市大运选手村以外 我认为我们几乎都还没有去处理到 体育局的任何事情 我想不要紧 这个事情过去就算了 我没有特别的在意 柯文哲表示 市长对每件事情多少都会注意 这不叫干政 这叫关心 等北市体育顾问记证回国后 他会先和记证联络 因为到现在他还搞不清楚状况 新唐人亚太电视程卫耀黄霆锋 台湾台北报道 受害台商的案件是 有增无减一名台商郑国川 14年前到了四川绵羊市进行投资 前后投入超过新台币5亿元 但是中共政府却以当初合约无效为由 将台商给扫地出门 今天受害台商 委托了朋友带着高龄八旬的老母亲 听到这个立愿来陈勤 希望台湾政府能够帮助他们 落实头发协议 落实头发协议 保障台商协议 保障台商协议 中国投资受害案例又填一桩 台商郑国川14年前 前往四川绵羊市投资 前后投入超过新台币5亿元 但中共政府却以当初的合约无效为由 将台商扫地出门 投入的资金也都拿不回来 投保协议签署后 台商受害案例能有真无见 立言派出了代表 接受政程局女士的陈勤书 受害台商也希望政府 帮他们主持公道 让他们能安心过年 新当年 台电视程会 亚黄天风 台湾台北报道 好 转换一下星期 来看到这个第35届自由车 亚锦赛在泰国举行 昨天中华选手萧美玉出征 拿下一面铜牌 而中华队在场地赛 总成绩方面是表现亮眼 合计有九金 四银 二铜 是15个参赛国当中排名第一 也是中华队参赛史上最多金纪录 寒流来袭 今天台北市下看八度 太平山和荷欢山都变成了雪世界 透过这个官方脸书可以看到的是 太平山从昨天傍晚飘下了白雪 到现在陆续仍是飘着雪当中 整个游乐园区积雪5到10公分厚 让游客是惊呼太美了 但要提醒入山的民众 注意保暖 路面湿滑 小心驾驶 接着带你来看到2月9号的天气预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唐人五件新闻 我是李宗盛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